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这次今天很简单的有一些勉励的话 盼望神叫我们一起蒙受祂的祝福 今天主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 谁是蒙受神的大恩 各位圣经说 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怜悯谁就怜悯谁 我们都活在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里面 但是我会看得见 有一些人他蒙受的恩典特别的大 他能够领受的恩典到一个地步 轻看那至战至轻的 看重那一重无比的荣耀 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是 在安书安逸里面看到神的祝福 然后在这个里面追求 然后这样服事主 但是有一些人他蒙受的恩典极大 那个恩典是怎样的恩典 那个恩典叫他进到很奇妙的一种挣扎 这就是我这次于明特会讲的 很奇妙的挣扎 Struggle A very strange struggle 那个挣扎不是有钱没有钱的挣扎 不是自己的孩子优秀不优秀的挣扎 也不是这一切的挣扎 那个挣扎是要追求短暂的和永恒的那个挣扎 要听从自己的还是听从上帝的挣扎 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谁能够蒙受这样的恩典呢 我们都为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蒙受这样的恩典 有这样的Struggle 这样的挣扎能够临到他们的心 他们清楚地感受到 有圣灵与他们的肉身交战的这个事情 我的生命是在这个的挣扎 这个的Struggle里面成长的 各位有一些人认为说 那谁能够蒙受这个挣扎 是不是他的人生当中遇到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苦楚 当然我们很多人 我们都是在很多的苦难 试炼 婚姻的问题 儿女的问题 我们各方面 事业方面 很多的事情 人给我们的伤害里面 我们走到尽头 然后我们就挣扎 但是有一天我就想 难道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苦难 我们才有这样的挣扎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孩子都不能蒙恩了 我们的孩子活在这样舒服的 这个美国社会里面 讲究人权 讲究自由 应有尽有 如果他们真的要遇到这样的苦难 他们才能够挣扎 那我们的孩子都不能蒙恩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不对 其实讲老实话 我们这里哪一个人愿意我们的孩子痛苦 我自己有三个孩子 我也不愿意主 他们遇到很惨的事情 很惨的光景的时候 他们就挣扎 然后他们蒙恩 对不对 所以有一天我自己看主一生带领我 我也看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人的情况的时候 我就重新了解一样东西 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神的话临到我们人的时候 很奇妙的一种东西就是 什么东西给我们真正的挣扎 就是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 我们真信的时候 当这个信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有一种苦在我们的心中就出现了 我不懂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 有一种苦 各位 什么事情怎么来的呢 我们不要先看很客观性的 外在性 肉身上的痛苦 各位 不是靠那个东西的 各位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人都要信佛教了 因为只有人 就在痛苦里面 四大皆空 然后才能看透精神 不是这个东西 基督的福音讲的是什么 是先从上帝的话 上帝的福音临到人的时候 当一个人真信的那个撒纳 有一天 有一种很奇妙的苦 在他的心中 那个苦 那个挣扎 很奇妙的 他的外面的情况 看起来没什么 好像摩西 各位想 摩西从皇宫里面长大 他有什么外在的苦 他什么都可以有 但是很奇妙的 因为神的恩惠临到他 神的话临到他 他信了 因着信的缘故 他没有办法 满足于他的地位 满足于在埃及里面有的东西 他成天想着上帝的荣耀 成天想着上帝的子民 他愿意跟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 那暂时满足他的肉体的 没有办法满足 是很奇妙的一种挣扎在他里面 我看保罗的生命 当然保罗 他被主使用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想 保罗的生命 他刚刚蒙恩 他在他人生前面的阶段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法利赛人 他是在加玛列门下的 他什么都有 名声也有 名誉也有 直到什么 大马色的光临到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神的恩典临到他 这个神的恩典 最大的恩典是什么 叫他信了 叫他真信了 真信的结果 他心中就开始有一种苦 他那时候开始追求的不一样 向往的不一样 甚至因信的缘故 他心里面有一种愤怒也不一样 各位愤怒真不一样 有一天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一天开始 在我的身上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什么事情 有一天我去到公司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一般对有一些人指指点点 看是非 这个同事懒惰啊 什么那个东西 有一天开始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激怒我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激怒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一天我在微信公司 很卖力的做工的时候 老板呢 bonus没有给我很多 也好像我放进去的功劳 他没有这样的奖伤我的时候 很奇怪 有一天开始我不能因这个东西生气 这个不是我选择不要生气的 乃是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这个东西来生气 有一天开始 各位我们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很多人都生气 很多人因政治来生气 很多人因这些homeless没有人照顾生气 有很多人因这个global warming来生气 有些人因为这个动物被torture被折磨来生气 对不对 但是有一天开始有一种人他有一种很奇妙的很奇妙的struggle 那个struggle所带来的连他的向往他的追求甚至他的喜乐他的愤怒都不一样 那个就是在摩西在大卫这样的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各位可以了解我所讲的吗 所以我们这次赢会的时候我们一直讲到好像大卫这样的人 其实他没有什么神气的 只有叫他最神气的 他看到格利亚 他说他怎么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咒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因什么东西生气啊 因为神的荣耀被夺取 因为神的教会的纯净失去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而生气的结果呢 我们的口开始有道了 我们的心开始看见主了 我们无论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知道主的荣耀 主的教会 这是一切了 不管是养育儿女 不管是婚姻生活 主的荣耀 主的教会 只有这个东西呢 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们的心很奇妙的 就有被惹动的一个心就会出来的 其实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有时候呢 有时候弟兄姐妹 真的我感谢大家为我祷告 有时候呢 在这个很繁重的事工里面呢 就一路这样奔跑 马不停蹄的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去 澳洲完了 到香港 香港到美国 明年台湾 甚至明年可能要到这个UK那个地方去 在欧洲那个地方的门也打开了 很奇妙的这样去 但是其实在我身上发生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上帝使我能信 也因着信 我心里面的那个向往 追求我的喜乐 我的盼望 我的愤怒 不一样的那个东西 只有这个东西临到我们的心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骄傲 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心中 只有这个信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在做主的事工的时候 我们不寻人的情面 我们做主的事工的时候 我们不看人数 我们不看奉献 我们只有看主 只有看主的教会 只有要把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传扬得清楚 各位这就是这个营会里面 我一直要讲的 也就是我们做父母的 一直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的这件事情来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直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什么呢 就是有一天 他们因着信 他们有一个很神圣的挣扎 在他们的心中出现了 这个之前 我们不需要太开心 他们品学兼优 然后他们这个好 那个好 各位 各位这些东西都会过去 他对你这样好 有一天他长大了 他结婚了 还是要离开你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只有为一个东西祷告 就是他因着信 他里面出现了 这个很神圣的 struggle 这样的人是蒙收最大的恩典的 最大的恩典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好吗 我们一起看 今天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现在讲到多戴眼镜 因为发现也老花了 渐渐什么都废去了 太早了 这么早眼睛都给我花了 各位没有关系 我就看这个地方 各位看我们摩西的故事 摩西因着信 二十四节 还没有 二十三节 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 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看到摩西的时候 是谁看的 这是他的父母看的 他看当然这个容貌的俊美 这个很奇妙的上帝的荣光 在一个人的脸孔身上 很奇妙的 我们都看到了 但是这个无论怎样 这是一个外在的 外面的 对不对 我们用肉眼看 但是现在这个这么俊美 这个满有上帝荣光的摩西 他渐渐长大的时候 这个荣光进到他的里面 这个里面出来的光辉 比外面的光辉更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开始为我们孩子 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 以前我三个孩子长大的时候 人家说 哎呀你的牧师 你的孩子真萌 我说你怎么知道 看他们每个都很好看 原来是这个 可能是吧 他们都很俊美 那个样子 外面 可能也想 这个是牧师的孩子 牧师的家庭 对不对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 他们渐渐长大的时候 他们里面的那个荣光是怎样的 所以现在二十四节 摩西他长大了 因着性长大了 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罪终之乐 然后另外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 讲到财物 更宝贵 所以基督的凌辱 还有财物 对不对 那谁要选这个凌辱 各位这个是不寻常的 对不对 但是因着性 看到基督的凌辱 远远的胜于世界的宝物 因他向王所要得的赏赐 二十七节 他因着性 又是性 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怒 这个亡是什么亡 世界的亡 世界的亡怒 全世界最有能力的亡的愤怒 他不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所以很重要的 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另外一种眼睛 心中的眼睛出现了 对不对 我们真的祷告 这个恩典临到我们 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儿女 二十八节 他因着性就守逾越节 行杀学的离 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 以色列人 各位很简单的几句话里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然我们人开始 我们是很容易被外貌吸引的 也的确上帝的恩惠 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 各位我们很容易会看 我们外面的福音 外面人的容貌 外面人品学的坚忧 各位的确 对不对 摩西爷一生出来的时候 很奇妙的一种俊美 在他的脸孔 所以他的父母们也大而可畏 也因为这个认为 这是上帝叫他们生的孩子 就把他藏起来了 但是比这个更荣耀的事情是什么 这孩子呢 他渐渐长大的时候 很奇妙的 他不愿意称为法老女儿子子 他不愿意以这个地上的地位为荣 他是以什么 以他是神的子民的身份为荣 有没有 然后这里继续讲的是什么 然后他看为基督的领辱 比埃及的宝物 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基督的领辱跟永恒的价值 是连接在一起的东西 所以一个人他因信的结果很奇妙的 他看有一些东西 真的是跟世界的人看的不一样 追求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出现了 然后他因着信 怎样怎样 到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着信 他行了沙血的礼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沙血的礼 逾越节的事情 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 最最荣耀的事情 最大的奥秘 向这位先知献明 各位 最大的荣耀 最大的奥秘 向这位先知 这个先知也是旧约圣经 最伟大的先知来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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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这个恩典 临到了 摩西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 当然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每次我们这样读的 好像是摩西身上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几个重点 我们抓住 尤其是 有一个属灵的奥秘在里面 我简单的讲 第一 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 真正的要看见的 有一个东西是什么 我们基督徒 真正的仇敌 世界 肉体 还有什么 撒旦 各位 世界 肉体 撒旦 这个不是观念的东西 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 好像想象的一个东西 天天 世界的王 透过整个的世界 的荣华 财富 人所要的 名誉 成功 我们人看为价值的 这个世界的一切 用这个东西 来试探我们 勾起我们 然后这个里面的肉体 罪性 恋慕 恋慕这些东西 把我们带到这些 关注这些 为这些忧愁 只有为这个东西挣扎 只有为这个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 哪一个人 能够看得到 感受得到 更清楚的 神的恩典 在他的心中 是越大的 因为大致上 去教会的信徒 多半去得有些祝福 得有些平安 得有些人之间的 community living 这些大致上是这样的 虽然祷告 虽然就我们求恩 但是大致上 你问什么东西摇动我们的心 什么东西影响我们 什么东西叫我们不开心 各位一看就知道 对不对 我们要的东西是什么 真是这样 甚至很热心的人 在教会里面 服侍啊 什么啦 然后呢 抑郁到冲撞的时候 离开教会 受伤 离开教会 这也证明是什么 他们要的东西是什么 他们要的东西 还是人层面的东西 他们对仇敌 也仇敌的工作 那个属灵的仇敌 在他的肉体身上的工作 他不明白这个东西 所以昨天我跟年轻人说 什么是世界 结婚是不是世界 想要有孩子是不是世界 我这样讲的时候 好像我们年轻人的观念 虽然他们一来跟我们长大 但是什么是世界 其实因这信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这信 人心中的眼睛打开 他清清楚楚的看见 那个世界的王 还有世界 还有肉体的那个真实性 这是真实的东西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这样的人 他的心灵里面 第一 他会有什么 他会开始有挣扎 实实在在的挣扎 他的挣扎不是地上有或没有的挣扎 不是施工成功不成功的挣扎 他的挣扎是 一直不能让自己被这个吼叫的狮子吞噬的 不能把自己交给世界 不能把自己的心交给情侣的 不能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挣扎 真正的挣扎是这个东西的 我的生命是在这个挣扎里面 这样一直揣摩 一直祷告 然后一直读经当中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然后这个挣扎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哪里来 就是从 从 这个经文说 因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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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一直在看 我们孩子们当中 哪一个人 听了主的道 主的恩典领到 谁是蒙受那最大的恩典 当然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 但是因着信 有一天看到 有一个孩子 他心中的挣扎 跟一般的孩子的挣扎不一样 那那个时候 你会知道了 他是为着地上和天上的东西来挣 情欲的东西跟永恒的东西 人的称赞 跟神的赏赐的那个东西来挣扎的时候 你就知道时间不要到了 这个时代的大卫 约瑟 丹尼里就出现了 各位真是为我们的孩子这样道 当然 这个恩典要领导人 我不懂怎么说 这是个极大的奥秘来的 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我在教会牧养这么多年 也教导 带领很多的事工的时候 很多的人 他们一直问 牧师你要的是什么 我讲我要的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神的恩惠 临到他的教会 临到人的生命 我教会有一个姐妹 她的孩子非常优秀 品学兼优 我们教会最好的 每一次考都是95分 98分 有哪个孩子 每次考试都是这样 98分 也是 Callus Mystic 在Callus 没有Callus 就100分 这样 有一天 他的儿子 这么优秀的儿子 忽然间 很奇妙的偏头痛 偏头痛 他到一个地步 严重到一个地步 他两个月没有上学校 各位 如果是我们的孩子这样的话 我们担心不担心 我们连我们做牧师 他说 痛 睡也不能 这样也不能 然后有时候 我问为什么你头痛啊 也找不出那个原因 但是只有他说的就是 每一次父母亲吵架的时候 他就头痛 很奇妙 这个东西 然后父母亲因为他头痛 不敢吵架 然后要吵架的话 回房间吵 然后有一天 气得不得了的时候 回房间吵的时候 那个孩子 忽然敲门 你们是不是两个在吵架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头痛了 就是这样 我们做牧师 做师母的 我们忍不下心 每一次那个孩子 我就抓他来祷告 抓 医治他 医治他 这孩子十一岁的时候 不要让他经过这样的苦 不管父母怎样 还是什么 这个不是孩子 就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祷告了很久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后来 母亲每次在小组的时候 就分享 很担心 很痛苦 他的学习怎么办 什么的 我们跟他说 你们不用担心了 这个孩子学习没问题了 那个两个月不上学了 后来两个月不上学 后来感谢主 有一次好像好起来了 给他开始上学了 就上几个礼拜的学 就考试 你们猜他考到多少分 98分 他的数学 九十分以上了 我不懂是不是98分 九十分以上了 九十分以上 他的母亲在小组子上 它就九十分了 这个东西 那师母说 他师母小时候 师母说 你干嘛 你的孩子已经很优秀了 那个东西 讲给他讲 你的孩子已经很优秀了 就是因为他优秀 所以我就是要给他压力 就是要给他 叫他更上一层 给他有进取 对不对 所以我才要求他 就是因为他优秀 这个东西 各位你想想看 然后呢 然后今年 因为这个孩子经过很多的苦难 这个头痛的苦难 那今年我们年底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儿童营 我就叫这个孩子来参加 叫孩子 我说这个孩子呢 我跟师母说 让他来分享见证 他母亲说 不懂他要不要去 就是说他要去不要去 都可以 对不对 然后后来 他儿子说 不去了 这个东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让孩子决定 孩子十一岁的时候 他要不要来教会 你让他决定 他要不要去赢会 你让他决定吗 因为我们让孩子决定 就是自杀了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他十一岁 十二岁 一直到他独立之前 应当甚至墙壁他 走蒙恩的道路 将来他会明白 将来他会明白 我不懂怎么讲 我每次讲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 我心里面很纳闷的感觉 又酸又痛又什么 我只有祷告 主啊 求祢给这个母亲 更多的恩典 因为这不是我们能够强逼人的东西 这个牧师把道 无论怎样讲得透彻 人不能就是不能的东西 但是在那能性的人 这福音是大能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福音是大能 在那看到的人 跟从的人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 阿们 所以 其实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找的是一个真性的人 真性的 一个一个这样的大逆里 真性的约瑟 真性的大会 这样的在教会里面出现 这就是神要做的工作 但是这个信 一领到我们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会怎样 你挣扎得不得了 真是挣扎得不得了 但是这个挣扎呢 是你挣扎到你喜乐 挣扎到你自由 那个自由 那个喜乐 是不能被夺取的 阿们 各位我就每次带着三个孩子来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我的孩子的故事 你们每次看他们这样长大的时候 你们知道吗 今年 我去拜访我的小儿子的学校 你们知道几次吗 七次 不是三次 是七次 有一个弟兄说 哇 牧师你完全是我 其实 完全是我 还好不是六次 是七次 七次的拜访 但是拜访不是拿奖 你们知道了 对不对 如果是拿奖 是很好了 现在主任老师见 然后训导主任见 副校长见 校长见 每一个每一个 Up the level 全部见到完了 见到完了 那些人的 counselor 全部校长 全部都说 你的儿子可能要去心理测试 有什么多动症 现在有什么impulsive disorder 所以这些东西全部要注意 就讲了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 为了叫他们 给他们一些舒缓 我说可能他有这些吧 但是我心里知道他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我最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真是一个特别的孩子 你们都知道我们怀孕他的时候 其实他的性别还不知道的时候 师母差一点两次排学 他就差一点要流产 然后我们就祷告 让这个孩子做牧师 然后我们就这样祷告 然后我们就说 他一定是男的 后来测试的真的是男的 然后他一生出来最瘦 但是他的力气是最大 力气你看他这样 他足球啊什么球 一玩就上手的那个东西 他是这个很奇妙的孩子 然后就是一个帅气 我行我素 就是这样的孩子 我心看他的时候 真是一个特别的孩子 但是呢 我不懂怎样讲 我每次去到学校的时候 我跟校长训导主人说 只有一样东西 你们给他时间 你们给他时间 我只有讲这句话 我们已经给他很多时间了 就讲这个东西 因为我也不能维护他嘛 他犯了法 犯了这个犯了那个什么东西 我也不能维护嘛 你们了解吗 有时候也不能叫他们 他们问我 你前面两个孩子怎样啊 当然两个孩子都很好啊 所以你怎么解释 有些东西你怎么解释 所以现在人都是这样嘛 心理测试 性格测试 然后家庭背景测试 什么测试测试测试 测试完之后呢 但是他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东西吗 上帝要用一个人的时候呢 他成长的整个的过程 他经过那个弯曲的路 他的心灵里面得到怎样的暗示 又有感动 又有神的保护 这是那个事情 里面来最后总动员 上帝用一个人 这个世界的老师 哲学家 校长 什么东西 他们心理学家会了解吗 这个东西 那个心理学 那个Counsel的读心理学 他是佛教徒 跟我们讲了 两个小时 什么东西 其实我心里面是 就是听参考的东西 但是他讲的那些例子 没有一个东西 是在我的孩子身上 是一样的东西 你们了解吗 真是我们走不同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因着这个孩子 我就父女团契的时候 我就讲了三篇 有关孩子的信息 那你说牧师 你的孩子这样的话 你会挣扎吗 你挣扎吗 你就教导众人 教导很多人的夫妇的关系 你们养育儿女 你一个孩子这样的话 你会挣扎 各位 我会不会挣扎 我会挣扎 但是我挣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我的挣扎变成什么 不是要他快快好 快快听话 已经不是这个了 你们听我的信息 主啊 这个孩子 只有我知道 你要我怎么教 要惩罚他 要惩罚他 要鼓励他 要对他说成实话 要怎么讲 只有你告诉我怎么教 不要让我因为屈服于社会的压力 人的压力 这个东西 求主教导我 这个不是这么容易的 只有你自己在这个地方挣扎 跟神一起走过 你才能够懂得 这个属天 然后这个地方 你一得着之后 你的心里平安 自由 你不会因着 我的孩子这样 真不好意思 不会这个东西 我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 每次孩子教不好的时候 他们说 我真失败 我做父母真失败 每次讲这句话 我说失败什么东西 你失败什么东西 你要证明什么东西 你的孩子好 就证明你的教育好吗 所以你们不明白 你们的想法 还是跟世界一样 你们的想法 还是受你们的性情 老旧的性情来影响 你们的心 还是受那个恶者控告 你做得好 好像你的情况好 你的孩子好 你心里面就好 绝对不是 这个不是福音 所以福音不是讲那个道理 福音是你在遇到 那个真实的苦难里面 你挣扎到 你真明白神的心意 然后你知道 私人不能感受到的 那种感受 那种感觉 属灵的感觉 你能够感受得到 所以 我感受我孩子的事情 也 甚至我的孩子 我见了校长七次的时候 我能把这个东西 成为一个信息 三个信息 来教导众人 阿们 这就是 我们所谓的 以马内力 以马内力就是这个东西 那所以呢 不是观念 不是口号 实际 因性的结果 然后在那个环境 尽到真实的挣扎 感谢主 教导我这一切 感谢主 我的家庭 有这样的见证 我有三个孩子 我每次讲 他们都不一样 给我各种的经历 所以我是可以了解的 有个孩子 生来天性有一点 比较温和 谦顺 有 我孩子当中有 有个孩子 生来 就是 你要叫他听 总是难的 已经讲好了 今天要听 在学校 但是一句就不停了 就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 所以呢 没有办法 完全靠着祷告来教导 然后求助引导 保守他 也保守我的心 然后这个当中 看到神的帮助 神的恩惠 所以每次我跟师母说 有些东西呢 在人生当中很难讲的 可能到最后 最孝顺你的 是这个小儿子 有时候很奇妙的 有些孩子呢 我看到他们 一直听父母的话 到有一天 他不听了 完全不听了 你再也不能叫他听了 二十多岁 完全不听了 有些不听不听不听 然后呢 到最后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还在你的身边 一直在乎你 这个东西 很奇妙的 人生是一个悖论 一个paradox 是一个矛盾的事情 人不能预测到明天 人即便用心理学 用科学 用什么推论 什么东西来测试 但是我在牧养的这些生涯当中 看到的超出我们想象的东西 债前的债后 债后的债前 所以我们借着神的道 挣扎 然后看透这些事情 这就是救恩的智慧了 真是救恩的智慧 借着读着教训 教导人学义 明摆过来 然后这样的人 预备他 行各样的善事 感谢主这样的恩惠 我知道 大家都为我祷告 我的事情呢 我可以公开的都在台上讲的 大家会听得到 那么各位 现在我们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对我们来讲 牧圣讲了很多很多 你自己的见证 都是一个总结 对我们来讲 也尤其我们活在 这个时代 也活在这个地区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应该要怎么倒冉 我们再读一段经文 好吗 我们一起看 菲利比书 第二章 这个圣经里面 其中一段 我最喜欢的经文 就是这里了 这里说 第二章十二节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就是保罗说 你们是真信的 你们的信仰不是在人的面前 不是只有顺服我 我是保罗 我在的时候 你们就顺服这个使徒 在寻我的情面来做的 不是 你们是自己心中有主的 你们已经信了 所以这样的人 你们应该怎么做 下面很重要的 属灵的功课 既然你们是真顺服 真信的人 你们就当什么 恐惧战经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各位 这个恐惧战经 是每次我的信息里面都讲的 fear and trembling 其实真的很多教会很少讲 这个fear and trembling 这个恐惧战经 因为我们基督徒总是讲 我们要喜乐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有能力 我们要宣告 都是讲这个东西 那很少人讲恐惧战经 但是这是一个真信的人 他要尽到的整个信仰的挣扎 恐惧战经 那恐惧战经是一个属灵的心态来的 那么我这样讲 恐惧战经的反义是什么 恐惧战经的反义是什么 恐惧战经的反义就是 我认为是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 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想做什么就做 我想讲什么就讲 就是没有控制的 因为没有主 没有主嘛 不需要交代 不需要问什么 看到这个情况 要生气就生气 要埋怨就埋怨 这个叫恐惧战经的反义 随心所欲 但是圣经讲 既然已经有主了 祂在你的心中 祂也是你们顺服的那个主人 现在祂是继续说话的 你们要恐惧战经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 所以这个得救的功 当然因性称义的 我们是得救的 但是这个得救的功夫来的 得救的功夫 得救的智慧 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 那个生命 各位 这个是得救的功夫 那得救的功夫 那为什么要恐惧战经呢 这下面讲很清楚的 恐惧 我们信徒一定要恐惧战经 一定要有这个挣扎 我们才能继续成长 那这个恐惧战经的理由 有两个 一个是正面的 一个是负面的 那正面的 我们看 恐惧战经 这里说什么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什么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都是神的工作 都是神的恩典 但是临到谁呢 临到那恐惧战经的人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言人 起争论 使你无可指摘 诚实无畏 在这弯曲悖扭的时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光明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 没有空袍 也没有徒劳 我以你们的信心 为贡献的祭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应该做什么 一个真信主的人 他的信仰是 马上进到恐惧战经 那为什么恐惧战经 有两个理由 一个是正面的 一个是负面的 先讲正面的 为什么恐惧战经 因为 这位上帝 在宝座上 向我们凡人说话 他在我们心中运行 在希伯来书后面说什么 就是你们来到西乃山 这个神圣的山 连人靠近动物 动了都死 你们怎么能够藐视 这位在西安山上面 跟你们说话的 这位上帝 圣灵跟信徒讲话 是多么神圣的事情来的 我们圣灵继续要听到他的声音 行事的事情 这位上帝 这位上帝跟凡人说话 他把永生之道赐给人 他用圣灵来指教我们的事情是 如果我们不当一回事 就很容易的按着肉体来活来反应 没有恐惧战 各位 你听不到的 因为只为上帝是这样跟我们说话的 所以这个心是一直保守的 是一直谨慎的 不但是来宣教 这一般的生活里面 也是夫妇之间 其实恐惧战兢的时候 愤怒的时候或者血气也不是马上讲 对孩子也是 不是马上就要恐惧战兢 你如果放纵肉体的话 如果我有点肉体 我跟我的孩子说 你不要搞事情就好 你不要给我丢脸 你就很快会讲这个东西的 但是你恐惧战兢了 我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哪里符合真理 你不要给我丢脸 你不要搞事情就好 哪里是 所以因为恐惧战兢 这个口被保守 这个心是被指教 然后看事情 很奇妙的智慧就来 知道怎么看 怎么判断 当然应该要骂应该要责备的时候也有 对不对 所以我后来发现 不是上帝没有跟我们讲话 是我们没有恐惧战兢 所以我们一直被世界牵着牵着牵着 好像有点坠着坠着 然后肉体就是反应反应着 就这个东西 其实是恐惧战兢的问题 后来我发现了 恐惧战兢的时候 跟肢体之间说话的时候 总是用颜条 真是这样 为什么 永生上帝跟凡人说话 人怎么能够听得到呢 所以十字架是真的带来恐惧战兢的心 我有一天发现这个 另外 为什么恐惧战兢呢 因为我们有仇敌 弯曲被扭的时代 对不对 圣经是这样讲 我们活在的世界不是这么可爱 不是这样舒服 其实那个舒服本身是吞吃我们的 那个舒服本身叫我们越爱世界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感受得到 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 要吞吃我们的信心 所以恐惧战兢 所以有一个正面的理由 负面的理由 这是我的心路里程 我不知道 我是其实一直在讲里面 我心里面的祷告 挣扎 这个东西 我一直要带出来的事情是这个 因为信仰不是一个观念的东西 好像我们学习一个道理 如果没有进到这个心灵的东西 其实全部活不出来 全部活不出来 真的 我们对人表面的礼貌这样是可以 但是心里面是对他一点尊敬 因为为什么没有尊敬 为什么因为没有恐惧战兢 恐惧战兢的时候 你不让愤怒、论断、苦毒这些东西 留在心中的 因为这些东西跟神的国度是没有关系的 虚假的东西跟真实的爱是没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恐惧战兢 我恐惧战兢我才能够尊重我的同工 甚至我的施工越来越复兴的时候 我恐惧战兢的时候 因为文刚长老 恐惧战兢看到知名长老 汇军传道 他们正在也是守住他们的岗位 他们在其实为着神的国度 也为着神的仆人来效力、来顺服、来忠心 如果没有恐惧战兢的话 很快就骄傲 很快就要号令他们、命令他们 有了恩赐就会压迫同工们 一定会这样的 所以感谢主这恐惧战兢 因为有上帝 神认得到 因为有仇敌也要精神 这个信 真真实实的这几年 这好几年都是在这个恐惧战兢里面 这样服侍主 这样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养育我的儿女 也跟同工的关系 这样的心态 这样我们才能够越来越爱彼此 越来越尊敬、越来越坦诚 这个 然后说什么 如果你恐惧战兢的话 圣经说什么 第二是什么 无论做什么 不要发言缘 起争论 后来我发现 有一天我跟师母说 我说其实一个人能做到 不要发言缘 不要起争论 是真难 我们刚刚过感恩节 感恩节我来这个地方 我一直跟我讲 不断是感恩节 我讲 其实我们不用讲感谢主 感谢主 你只要不要发言缘 就好了 我心里面是 一到美国的时候 累就发言缘 施工要推动 你看这个同工 这么懒散 没有做 然后 孩子 哎呀 这个东西就是 自然而然的东西 自然而然的东西 真的 有一天我就想 不懂我们主耶稣早上 中午晚上是怎样的 我真的很羡慕 门徒的一个地方 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一个没有罪的人 从来没有发言缘 甚至到十字架上面 就是人把钉子钉上他的 没有一句咒诅的话 真的是这样 各位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发言缘的 尤其在什么 尤其在这 弯曲被谬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自我 每个人痛的时候 要给别人痛 每个人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口里面也给别人不舒服 都是这样做 对不对 每个人其实都是为了自己 自己好 自己方便 你不要给我麻烦 尤其我们施工越来越忙的时候 每次就是 你快点做 你快 那种心态 然后以成绩为导向 那个东西 所以很快 这个东西会出来 会出来 艳远就出来 所以圣经的一句一句话 如果我们当作真实的时候 真的是 但是没有办法 除非恐惧占尽 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 把什么 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所有的人都厌缘的时候 有一个人是不发厌缘 所有的人都很容易 因为夫妇都很容易会吵架的情况 有一些夫妇是帮助彼此 所有的人都很容易会看孩子的品学的东西 来得到心里面有一些骄傲 自豪 但是一个父母是看到 主所爱的生命 他的尊容 他的价值 这个生命的宝贵 而靠着主教导的 这个就是把生命的道 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 人人做的都是凡俗的那个 但是另外一个 恐惧占经的做法 恐惧占经的说法 全部带出来 这是真的我的信仰的旅程 很实在 大家这样讲 我就知道来美国 尤其是最难的东西就是这个时差 这个时差 每次这个时差要来的时候 最好就睡觉 不然 其实后来我也发现 真的我跟你们讲 人好像 虽然我讲这句话不好意思 我还很年轻 你看我的眼镜就是老花 然后我就发现 来了五年六年的时候 人慢慢老的时候 过时差是越来越慢了 我们这些年轻人 他们就睡到八点了 哪里睡到八点 我们五点三点 这样就起来的那种光景的时候 所以人体力越来越没有的时候 很容易埋怨的 真的是这样 体力少的时候 那种不懂为什么 但是体力生龙活虎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的早上跟晚上的差距很大 尤其是一整天预备信息什么什么东西 晚上一定祷告一定保守心 但是我就会明白一个道理 真的上帝 人的肉体就是这个东西 好像人活在这个醉身里面 然后这个有限的身体 然后人会累 会病 会软弱 然后这个东西 然后很容易 你无助的时候 尤其是施工很忙的时候 你很紧张 很无助的时候 你会整个血气会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刺激我 叫我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 《空虚占经》 做成得救的功 然后这样的挣扎 这个就是我的整个的 挣扎的结果最后是什么 我真的跟各位讲 这圣经的话真的是这样确认出来了 最后的结果我就看到 第十七节这里说 保罗说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焦电在旗上也是喜乐 这个喜乐出现了 整个腓立比书 我们李牧师写的 腓立比书就是讲喜乐 喜乐 真的是喜乐 然后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就算死 就算被焦电 也是喜乐 与你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照样喜乐 与我一同喜乐 单单一句话里面 四次喜乐出来 原来感谢主啊 恐惧战经的结果并不是depress 恐惧战经的结果是喜乐 struggle to joy 不是 to depression 我们得到depression是因为我们没有struggle 没有恐惧战经 对不对 原来我们真的恐惧战经的话 最后我们一个关头一个关头过了 这个世界不能引诱 肉体不能缠累的时候 那个真喜乐真安然就来了 那就是这样了 我跟你们说 有一天 曾经差不多五年前 有一个姐妹她就来找我 她说牧师我很喜欢你的讲道 每次听的时候很受益 但是只有一样东西 我发现你不太喜乐 她就讲这句 她认识我很久 她说我感觉你不太喜乐 那时候她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有点冲击 因为我就是一直做牧者 然后就一直给一直教导 孩子也慢慢长大 家里也很忙碌 教会也很忙碌 这样的光景里面 然后我不知道 原来我就慢慢失去一种主里面的喜乐 尤其在俯事当中 其实多是为主劳苦 但是少有喜乐 但是我就看保罗的书信 他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 他真的有这个喜乐 对不对 他是随时随在 对不对 都得了秘诀 无论是丰富 无论是贫固 对很多很多的情况 相对的情况出现 好像一无所有 确实样样都有 我就再读圣经 所以菲利比书就是我其中一个 再读再读的东西 这个喜乐的奥秘在哪里 后来我就发现 原来就是这个struggle 就是这个恐惧战争 但是struggle不是为施工而struggle 是为了保持圣灵充满 保持这个基督在我心中的 为了要听同他 常常跟从他 所以能够把一切卸给他 成就了一切也荣耀归给他 为了这个东西而喜乐 所以有一天我就 我就从那个五年前 这个姐妹讲这句话之后 我生命里面有一个凡事 真的一个凡事 不然这个年轻人不会 能够会来到这个地步 真的是荣耀归给主 跟主的道 也还有肢体们的提醒 肢体们的带导 这是一个凡人而已 一个凡人能够被主所用 能够领受到这样的恩惠 也盼望这个恩惠 来临到大家 感谢主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用主的道教导 劝勉 也鼓励勉励我们 主我们真是 原来是一块肉体 但是因为主 你的灵叫我们活过来 使我们成为 这么荣耀 这么君尊的 能够被你所用 被你拆派 然后一起 我们跟众圣徒 发现你长阔高深的爱 然后把这个爱继续带到地极 主这是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 感谢主 主我们今天一起领受的恩惠 主我们华府基督生命堂 跟新加坡基督生命堂 这二十二年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相爱 是主看重的 主这个爱 是借着你的福音 你的真道而建立的 也被这个真道保守的 主愿这个爱 我们在一起的相聚 带来更大的恩高 临到每一个人 使我们能够恩上加恩 能够把这个恩典继续分出去 尤其是我们活在这末后的时代 这末后时代的那个呼声 就一直听得到 主的教会的存证 一直被威胁的时候 主把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 就是兴起来 传扬这生命之道 把这生命之道带出去 像活水一样流出去 流到地基 求主祝福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也我们借着你的仆人 借着华府基督生命堂 这群我们资深的弟兄姐妹的带导 继续一路走 谁走谁船 求主扶持 求主帮助 求主动工 求主加添力量 感谢主 我们一切的荣耀归给主 也为我们华府基督生命堂 也继续恩上加恩 能影响这个地区 华府地区 有更多蒙恩的 真性的人 活在主面前的人 能够来到当中 在这个地方 有根有基地成长起来 感谢主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